或者是說有味噌高湯或者是醬油高湯的那種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肉的話就是很像那個 就是比較大片或肉比較大片一點 然後會用很多那個海藻類 然後再加上那個海苔 然後等一下跟各位介紹有幾間不同的拉麵店 可以讓各位選擇這樣子 那這個晚餐的話就是我們會一個人 每一位貴賓會發一千塊日幣 發一千塊日幣用晚餐 那如果說已經有想法啦 就是我們等一下回飯店之後 各位會回房間放個東西對不對 那放完之後呢 再下來我們再下來集合 那我會準備飯店附近的地圖給各位 那我們雖然到宮崎縣很鄉下 這裡就是這個日本的台東的意思 就是日本的台東 非常荒涼 但是我們住的地方才算覺得到 然後附近有那個宮崎車站 恭喜車站 所以還是有